这期继续分享一仙混官场第26篇 次日一早 石可俊就盲开了 随着人事调整迅速到位 这天早上 他带着张金飞 无心已走马灯似的 将八个所长送到新岗位 而他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很短 无一例外 不进会议室 就站在大门口 苦口婆心给全体人员上 一堂警示教育课 吃拿卡药 不规范办证 工作纪律三大项 最后一站来到城中所 花了十分钟 召开了一个座谈会 听取各方面的想法与意见 并结合前妻了解的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敲打 为什么要开会 因为这里是重灾区 是他接下来着手打击的重点对象 而这种程序性的座谈会 一般不会有多大收获 形式却很特别 但石可俊却觉得收获满满 因为他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给郑大力站台 班子成员任城中所所长 由他直接分管了 这让吴欣怡和张金飞极度不满 却又无计可施 紧接着 第二天就召开了市场监管局班子扩大会 督查通报人手一份 先学习 再对照各自单位和部门 有没有类似情况 自查自究 限期整改 石可俊早讲话前 特别扫视了一遍几位副局长 随后说道 丑话说在前面 从我们几位局长开始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逾期不报告又整改不到位的 各位 请小心你们头上的帽子 另外 在一交纪检部门 我可是说到做到 即便丢了自己这顶帽子 这件事也要一杆到底 如果哪位不信 尽管放马过来 最后 石可俊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想 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考核机制 连续两年考核倒数第一 建议组织部门 免去实职副科 调整为副主任科员 同时对部分人员进行调整 尤其是城中所数量居多 而且是会后马上进行交接 在八大所长调整后 随即就推出这样的举措 简直就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一时间 留言四起 有好的 但负面传闻居多 对此 石可俊淡定自若 一笑而过 而温书雅虽然也有信心 却并没有表现得那么乐观 在外人眼里 他始终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纪检干部吗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不苟言笑 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一连串措施推出后 不明就里的人 认为这就是瞎胡闹 石可俊 这是在自掘坟墓 想早点滚蛋 更有甚者 已经喝起了庆祝酒 而石可俊这种感为人先 破釜沉舟的胆识与勇气 包括温书雅在内的很多人 是拍双手赞成的 尤其是温书雅对石可俊的好感 又多了几分 这个慢热型的女人 从这刻起 已经将芳心交给她了 可惜的是 她并不知道 此刻 也有人对石可俊的看法 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喜欢 但 恼怒和厌恶 张金飞和吴欣怡 就像是每天开早会一样 八点半不到 就躲在703 开启了新一轮会商 从前几天开始 张金飞进门 不敢再关门了 除非吴欣怡同意 否则必须开一条缝 这让她很不爽 却又舍不得不去 与张金飞的傲慢恰恰相反 吴欣怡早就秀出了不寻常 这不 她思考了半天后 才缓缓到来 张局长 对最近的传闻怎么看 欣怡 石可俊想早点滚蛋 这个呆货 大脑少跟弦 哈哈 这不正好吗 你真的以为是这样 我劝你打起精神来 最近要收连点 人家敢这么做 其中定有蹊跷 千万别大意失惊周啊 张金飞不屑一顾地昂起头 狂傲地说了句 我料她没这本事 说完看了眼门 又朝吴欣怡使了个眼色 神神叨叨地 将门反锁了 吴局长 你也太小心了吧 不妨告诉你 上次那件事我已经办好了 另外 这是给你的 快收起来 让她意外的是 吴欣怡直接拒绝了 而且是不留余地地说了句 张局长 少来这套 这次和以后都不要给我了 另外 这是你以前给我的 一分都没动过 说完拿了张银行卡出来 摆到桌面上 戏谑地说了句 张局长 说句实话 我一个人生活 也没孩子 有房有车不缺钱 我突然觉得 这种钱不能要 要不你拿回去 瞧 欣怡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真不要 还是嫌少了吴欣怡脸 有些不好看了 陈生说道 张局长 我同意你关门了吗 我和你说过不止一遍了吧 以后叫吴局长 什么心仪不心仪的 打情骂俏呢 一句话 把个张金飞对得 差点没闯过气来 心里暗骂 吴欣怡 你妈的 真是给点脸 就不住知道天高地厚了 无奈人家掌握他的秘密 只好陪着笑脸 吴局长 你这变化得也太快了吧 是不是因为石可骏 莫非是你看上他了 吴欣怡真是恨不得 扇他一耳光 看上石可骏 就算我看上 人家能看上我吗 真是无脑的家伙 张局长 我奉劝你一句 刚才开会的时候 石可骏看你的眼神 我可是注意到了 别怪我不提醒你 这是处理不好 你吃不了兜着走 信不信有你 放心吧 能有啥事呢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哈哈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还是小心点好 再说 我最近眼皮子总是跳个不停 不是什么好兆头 吴欣怡手上 正好拿着一本书 见张金飞这副猥琐的样子 他真想甩手砸过去 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立声骂了句 张金飞 滚 你他妈恶心不 另外 请你不要总是来我办公室 难道你没发现 叶小倩和莫欢这两丫头 刻意在盯着你吗 吴局长 你想多了吧 好吧 算我想多了 不管怎么说 张局长 你听我一句劝 最近低调点 不要这么招摇过世了 行吗 哎哟 我这眼皮子又跳了 晚上 吴欣怡没有吃饭 其实他并不胖在爱美之心的驱使下 只吃了个苹果 就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就在半个小时前 前夫陈可又给他打了电话 倔强的吴欣怡 一如既往没有给他太多说话的机会 欣怡 吃晚饭没 上个星期出差 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 都是你喜欢的饰样和颜色 要不我给你送过来 陈可 你还是送给你的小情人吧 我不稀罕欣怡 你别生气了 我也是一时糊涂 从那次以后 就没和他联系了 不联系了 糊弄鬼呢 我早几天还看到小狐狸精搂着你逛公园 哎呦 那个亲热尽 像是要把你吃了的样子 你妈的 公共场所肉不肉麻 欣怡 你 你 误会了 是他去找我的 陈可 这有区别吗 欣怡 我马上过来 吴欣怡一阵紧张 几乎是生死力竭地喊道 陈可 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是现实 欣怡 我可不管 反正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从来没有离开过 陈可 我有人了 你来吧 吴欣怡眼眶早已经湿润了 她并没有说谎 李天花晚上会过来 其实她想回去 倔强的性格 让她在报复心驱使下 误入了歧途 而她现在已经决定跳出来了 欣怡 你骗我 你骗我的 对不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曾经 陈可 打住别说了 你抱着小狐狸精的时候 怎么不想 现在你觉得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算了 我累了 如果你不信 就来 但是你别后悔 说完 吴欣怡就挂了电话 以她对她的了解 陈可是不可能过来的 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然而在一年前被打破了 年纪轻轻 已畏惧阵长的丈夫 却意外出轨了 而她则毫不犹豫地和她离了婚 只想一个人生活下去 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就在她沉浸在对过去的瑕疵与痛苦中时 李天花如期而至 真让她很厌恶 前几天的晚上 吴欣怡已经和她说清楚 他们之间是最后一次 初次老死不相往来 可是 位高权重的李天花 根本就没当回事 下午的时候又给她打了电话 息字如今 就说了一句话 晚上过来 而她随即就打了过去 而李天花直接没接 吴欣怡恼不已 这个无耻的男人 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而她也想好了对策 门打开的一刻 照例是茅台酒香 吴欣怡闷了 这茅台酒好喝 也不能天天喝呀 李天花几乎是跌跌撞撞 闯了进来 吴欣怡心想 好歹你是个县长 白天人模狗样的 晚上活脱脱的一个小丑 迟早完蛋的货 吴欣怡盡着李天花 并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热情 而李天花像是没注意到 还是无所谓 命令式地说了句 欣怡 去把水调好了 李天花命令式的语气 让她很不爽 吴欣怡停顿了下 眼珠子一转 嘴角闪过一抹冷意 随即去了卫生间 就在这时 在酒精激烈刺激下 李天花晃晃悠悠走了进来 吴欣怡声嘶力竭地喊道 李县长 请不要这样 你先 李天花就像是没听见似的 根本不理会 不顾吴欣怡的再三请求 李天花准备吞去束缚在身上的泪熬之物 你压的 李天花 你个臭流氓 想要霸王硬上弓吗 吴欣怡在心里骂道 此刻 他彻底怒了 李天花 你他妈的仗势欺人太甚 本来他还有点犹豫的事 现在终于下了决心 他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左一右两个深入浅出的小酒窝 忽然出现在他妩媚至极的翘脸上 嗲声嗲气地说了句 县长 今天我有点不太舒服 怕闻酒味 你先泡个澡 行不 李天花忽然愣了下 说得有情有理 似乎没有反驳的理由 而他也的确想泡个澡 再让吴欣怡给他垂垂背 岂不更好 对于吴欣怡的话 李天花根本就没当回事 被权力和金钱勋地失去初心的男人 自信心早已到了爆炸的程度 李天花并没有出去 双手撑着洗脸池 透过弥漫的雾气 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 县长 好了 吴欣怡娅滴滴的声音再次响起 李天花想也没想 见吴欣怡手里拿着花洒站在旁边 穿着内衣就滑了进去 下一秒 李天花惨叫了一声 吴欣怡 你这个小婊子 想冷撕我吗 剧烈的温差 让李天花不停地哆嗦着 加上被酒精泡过后的迟钝 脚步不停地打滑 站了几次愣是没站稳 好不容易 一只手手撑在浴缸边缘 抡起另一只手就要抽他 吴欣怡瞥了眼李天花 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丑 丑陋不堪的样子 他真想在他脸上吐一口唾沫 忽然冷声喊 道 李天花 我警告过你 上次我们之间就是最后一次 可你还要来惹我 我警告你 只要你敢打我一巴掌 老娘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我一赤脚的 还怕穿鞋的吗 大不了老娘这副局长不干了 你又把我咋低 再说你敢吗 李天花的酒意 已经消去了不少 浑身湿漉漉地抖个不停 而吴欣怡早就出去 将大门打开 等他再次来到客厅的时候 吴欣怡鄙的看着他 忽然戏谑地朝他笑道 李县长 你走不走 不走的话 我马上喊人 另外 报警电话我已经接通了 说完就打开了免提 听筒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为 你好 这边是秋元县公安局 我是五号接线员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李天花彻底愤怒了 而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两只眼睛像是要喷出火来 怒不可遏地指着吴欣怡 按骂了句 吴欣怡 你给老子等着 不整死你 我这县长就别干了您好 我这边是县城 请稍等 吴欣怡盯着李天花 手机朝愤怒的李天花扬了扬 暂停住了 忽然朝他笑了笑 嘴动了几下 就像是告诉他 李天花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还不快滚 伴随着防盗门 哐当一声响起 还有楼梯震动 传进来的脚步声 吴欣怡对着手机礼貌地说了句 对不起 我这边没事了 谢谢您 吴欣怡并不害怕 她本就是个性格独立的女人 是丈夫的背叛 才让她过了两年 人不忍鬼不鬼的日子 从而被很多人误解 以为她是个轻浮而又浪荡的女人 而她现在不想这样下去了 背靠在大门上 吴欣怡凝视着房子中的一切看 忽然想 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尽管她已经花了三天的时间 清理过一遍 甚至都喷了消毒水 自从扩大会结束那天起 石可俊又开启了休眠模式 每天准时上下班 足不出户 无特殊情况 一律不见客 工作累了 就拿出笔记本写写画画 再拿出新药方 仔细研究起来 而她并不待在自己办公室内 而是躲在会议室内办公 连中午饭都是赵益军悄悄拿过来 对那些对来找她的人 赵益军总是笑呵呵地说一句 不好意思 市局长去县里开会了 要不 就是去市局开会去了 不信的话 你自个去看看 或者打个电话 一查一查的人吃闭门羹 连张金飞都来过好几次了 没有例外 有事打电话 大部分电话都是掐掉 再回过来 几句话就挂掉了 张金飞乐得自在 吴欣怡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头 又是一个周末的上午 温书雅来到石可俊办公室 市局长 这一周你可是悠然自得呀 温书雅少见地开起了玩笑 又朝她别了别嘴 接着说了句 我们可是日夜加班 尤其是叶小倩和莫欢 这俩丫头 已经连续奋战了好几天了 改天你得好好请我们搓 一顿 书雅 没问题 这是必须的 你们今天所吃的苦 都在我心里存着呢 温书雅瞥了她一眼 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开始了 石可俊坚定地点了点头 陈生说道 嗯 我们随时保持沟通 你这边忙你的事 我这边最近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好 史局长 咱们握个手吧 预祝我们一路高歌猛进 事事顺遂 将他们一个一个给办了 嘿嘿 石可俊愣了下 两步就到了温书雅面前 双手相遇的一刻 或许是石可俊用力过猛 也或是温书雅受到了惊吓总之 一股莫名的惯性 温书雅瞬间朝她靠了过来 石可俊暗笑了下 守住带兔式地轻轻拥抱了下 同时 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句 书雅 谢谢你 从石可俊办公室离开后 温书雅以纪委书记的名义 带着叶小倩和莫欢突袭查稿 重点是 前妻那三个无故不上班吃空想的人 无一例外 李爱萍 顾小莲等三个人 全部不在港 三个人都声称自己身体有病 却拿不出病假条 不仅如此 态度还很嚣张傲慢 尤其是李爱萍和顾小莲 更是没把这事放心上 温书雅当场就启动了调查程序 郑大力积极配合 对她来说 这可是件好事 借此 很抓下工作纪律 同时也可以立威 对接下来一系列行动 非常有好处 温书雅在城中所会议室 就对李爱萍和顾小莲 进行了谈话 她也不和他们置气 自始至终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 好茶好话说着 也不发火 你不老实交代 就模拟 但是不让你走 最后 整得李爱萍和顾小莲 实在吃不消了 为了早点离开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而这一切 全部被现场录下来了 因为开始谈话前 录音笔就放在桌上 谈完话 两个人分别签了字 温书雅这才输了口气 对于这样的事 她可是经验丰富 书证和试听等证明材料 可是做不了价的 下午刚上班 杨杨午睡后 正惬意地在办公室里悠闲喝茶 办公室门响了 杨杨嘴角微微一抖 并没有吭声 响了两声之后 门从外面被推开了 眼睛难将小葱悄悄摸了进来 怯声声来到杨杨对面坐了下来 满脸的愁容 又是一副慌张的模样 看上去有点反常 杨杨连忙放下茶杯 坐正了身体 带着关心的口吻问道 葱葱 怎么了 睡个午觉 怎么就成这副模样了 杨书记 杨杨姐 还睡觉呢 我 我这 遇到麻烦了 怎么了 快说 哎 你知道我老婆不是在世监局工作吗 杨杨先是一阵尴尬 你这家伙和我提你老婆干啥 这可是个禁忌的话题 也能随便说 看来是遇到什么事了 且听听看吧 据他了解 江小葱老婆可不怎么去单位 不是美容 就是打麻将 指不定早就在外面有人了 出事是迟早的 他可没兴趣关心这些事 于是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他出什么事了 看你这慌里慌张的样子 还继委干部呢 嗯 都是那个时可俊搞的鬼 对 还有温淑雅 匆匆 怎么了 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别吞吞吐吐的 瞧你这样 还像个男人吗 温淑雅上午突击查岗 我老婆被正式谈话了 说要问责还要 这可咋办啊 杨杨突然明白了 县继委正在搞吃空想整治 况且还是他牵头 他揉了揉额头 这是有点不好办了 江小聪见此情景 一下子站了起来 杨书记 你可得帮帮我 这要是传出去 我这还怎么做人啊 况且 我也是你身边的人 对你的影响也不太好 杨杨狠狠地瞪了江小聪一眼 什么我身边人 这话传出去才要命呢 匆匆 先别急 容我想想 小情人的老婆吃空想 这是尾时有点狗血 居然被他给碰到了 而且 还是他主抓的事 这要换在别的地方 事情也不算难办 可偏偏在石可俊手里 这事就变得复杂多了 此刻 江小聪哭丧着脸 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杨阳忽然转过身 也是一脸的忧愁 甚至还透着几分心疼 江小聪见时机差不多了 忽然说了句 杨阳姐 温书雅说 只要您点头 她就按你说的办 要不 要不您亲自 杨阳眉头一皱 正想发火的心 一下子就软了下去 江小聪真是太糊涂 这是 她能直接干预吗 这小辫子 要是被温书雅 甚至是石可俊抓到手里 那还得了 一阵叹息之后 杨阳这才说道 好了 聪聪 别这样了 我来问问 不过这事 落在石可俊手里 你也知道 以前我们对她 可不怎么友好 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对了 你老婆叫什么 在世监局哪个部门 顾小莲 在城中锁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 我再考虑下 江小聪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却没有马上离开 动作反而加大了 她似乎很了解杨阳 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办事 杨阳瞥了她一眼 有点不耐烦了 这小子 今天是怎么回事 匆匆 还有啥事 杨阳姐 还有 我老婆闺蜜也被查到了 她也在城中锁 叫李爱萍 杨阳忽然有点火了 我管了你老婆 还要管你老婆的闺蜜 这都是什么事啊 不过她很快明白了 两个人是闺蜜 这忙要么不帮 要帮就是一托二 真他妈的烦死人的节奏啊 好了 好了 你先出去吧 嗯 我知道了 我会尽力的 但我不敢保证 呃 呃 饿杨阳并没给江小聪打包票 她也很无奈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想起之前打给温淑雅的电话 江小聪气不打一处来 一句话把她对得差点找不到呗 江小聪 你可是纪委干部 怎么就这么个觉悟 自己老婆带头违反规定 你这是打杨书记的脸呢 亏你还在她手下做事 弄不好连她都要跟着你丢脸 你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 温淑雅 咱们好歹同事一场 你就高抬贵手 给个机会呗 江小聪厚着脸皮说道 温淑雅叹了口气 一副无奈的语气接着说 这样吧 这是你去请示下杨书记 如果杨书记开口了 这事呢 也不是没得商量 他让我怎么做 我都听他的 老同事 这总行了吧 不得不说温淑雅的回答 看似左右不得罪 实则已经把路堵死了 杨阳是什么样的人 温淑雅可是清楚得很 怎么可能为了这事而大开绿灯呢 石可俊是谁 她敢吗 不过温淑雅似乎低估了 或者根本不知道 两个人的特殊关系 杨阳反其道的做法 让温淑雅差点马失前提 江小聪刚刚出去 杨阳还在整理衣服 张金飞又给她打了电话 让她意外的是 居然是同一件事 而她则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江小聪老婆的闺蜜李爱萍 李爱萍可不简单 老公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现成有名的大混子 外号刀八脸 已经是三进宫了 这家伙不但心狠手辣 还阴险狡诈 道上朋友又很多 很多都是是亡命之徒 而她这些年 靠打打杀杀 坑蒙拐骗 积累了不少财富 住着大别墅 还开了家规模不小农庄 叫秋水院农庄 而她最为得意的是 骗了个体制内的漂亮老婆李爱萍 或许是不差钱的缘故 喜欢美容 打麻将 一来二去 就和顾小莲熟悉了 成了牌友兼闺蜜 慢慢地两家人就熟悉了 江小聪是她的小情人 张金飞是她的小金主 杨阳根本就看不上那点钱 但是为了面子 她也是来者不惧 因为她花钱的地方也是太多了 他们两个所托 似乎都很难拒绝 杨阳少见得为难了 县长夫人 又是县纪委二把手 这件事怎么办 杨阳陷入沉思之中 接完电话 在办公室来回躲着步 江小聪和张金飞都说 温书雅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放风要彻查这几年吃空想的事情 最恼人的是正式谈话 虽然很棘手 这件事是市纪委牵头开展的 她还是具体负责人 在走完最后一趟后 杨阳她给出了答案 不好办也得办 必须办 不过 目前还没到向沈金蝉开口的时候 杨阳只得硬着头皮 给温书雅打了个电话 书雅 在忙啥呢 温书雅此刻刚回到办公室 正在和莫欢整理谈话材料 见识杨阳的电话 她暗笑了下 你呀的 杨阳真的来说情了 吻了下情绪随即接了起来 杨书记 你好 我这边有些事情 正准备向您汇报 您在办公室吗 杨阳愣了下 温书雅动作可真快 不过 她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书雅 我在的 那我等你 挂了电话 杨阳就琢磨起来 温书雅不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 直接提出对面汇报 其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杨阳猜想 此刻她应该已经向沈金蝉汇报过了 事不宜迟 杨阳马上来到沈金蝉办公室 沈书记 书雅那边好像有点情况 你知道了吗 沈金蝉随即愣了下 什么事 其实沈金蝉早就知道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她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杨阳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沈金蝉 并没发现异常 随即笑着说 最近时间局那边动作有点大 不知您听说了没有 沈金蝉依旧是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 继续摇着头 抿了抿嘴 但笑着说道 杨书记 我们之间 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杨阳快速思索了下 断断续续说了句 其实也没啥事 待会舒雅说过来 晚上我请沈书记吃饭 不知你有空不 沈金蝉第三次愣了下 杨书记 真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安排了 沈金蝉并没说谎 晚上她和宣传部长吕叶红早已经约好了 这样啊 那咱们改天再约 今天的确是有些仓促了沈金蝉朝她笑了笑 点了点头 杨阳出门后 沈金蝉随即给温书雅打了个电话 书记 我已经来了 嗯 刚才杨阳来过了 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做就行 不过可以随机应变 你懂的吧 温书雅马上说道 嗯 按照书记的指示办 有什么情况 我及时向您汇报沈金蝉犹豫了下 又说了句 书雅 我给你找了个得力帮手 回头她会联系你 温书雅听后正住了 咱们的沈书记怎么变了 居然欲言又止 一副神圣叨叨的语气 哎 会是谁呢 还是耐心等电话吧 杨阳回到办公室 真是郁闷得不行 不管沈金蝉知道与否 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她不愿意和自己探讨世间局的事 或者有刻意回避的迹象 杨阳的自信 在石可骏身上屡屡受挫 对她的仇恨变得越来越深 似乎石可骏生来就和她作对似的 就像跟鱼刺卡在喉咙里 十分的不爽 张金飞所托之事 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关键是沈金蝉打着世纪委的旗号 让她牵头来抓 这个温书雅又不是她的人 本来想找几个替死鬼 把这差事应付过去 没想到 温书雅却一本正经 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就在这时 温书雅敲门进来 而杨阳早已经帮她泡好了茶 像迎接贵客一样 恭候着她 温书雅愣了下 甚至都忘记了和她打招呼 这要在以前 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今天等同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开玩笑 县长夫人 走到哪都是 被人重心捧月般地伺候着 今天却一改常态 一副借交借造的模样 这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道 又岂能逃过温书雅的慧眼 书雅来了 快坐 这去了没几天 就大便让了杨阳端过茶水 热情地招呼道 还不是仰仗杨书记关心 才有今天的 温书雅欠了欠身 朝她礼貌一笑 杨阳忽然转变了语气 来了个罕见的开篇 书雅 沈书记在的 要不 你先去看一下沈书记 她才是你的伯乐 我可够不上哦 杨书记 今天我 可是专程来见您的 去沈书记内干嘛 不过 您千万可别说我来过 刚才我可是悄悄过来的 杨阳见温书雅一脸的认真 小丫头 这说话水平可是见长了 随即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天马行空般又寒暄了几句 杨阳才将话题引入主题 满脸笑意 一副欣赏不已的样子 端向着温书雅 很随意地问了句 书雅 你这没事 要常回娘家来看看 对了 刚才电话里说有事 是什么事 还非要跑一趟 嗯 是有件事 必须要向您汇报才是 吃空想专项整治 世间局存在这种情况 我有点把握不准 因为是您牵头的 因此特地来向您请示 杨阳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连忙说道 哦 世间局也有这种情况 书雅 你这动作挺迅速的吗 那是肯定的 因为是杨书记主抓的工作 我得打头阵建功啊 好歹我是您培养出去的 自然要冲在前面 为您摇旗呐喊了 不错 是个干时事的好干部 我喜欢杨阳口是心非地说道 心里早已骂开了 你马的 小妮子 竟给我添乱 谢谢杨书记夸奖 这边是详细情况 我整了个大概 还有询问笔录的复印件 请您过目说话间 温书雅递给杨阳一份材料 杨阳打开来看了会 随即放到旁边 嗯 书雅 今天也快下班了 晚上李天花那边有安排 让我去陪同 你看 今天是来不及看了 先放我这吧 嗯 不过这是有点复杂 三个当事人 我已经做了调查笔录 不过他们 全部都不承认 说是身体原因 不过拿不出任何证明材料 说句实话 这是明摆着呢 不过 为了慎重起见 我才来打扰您的 这是必须得听您的意见 我才好走下一步 嗯 书雅有心了 干得不错 回头我一定在沈书记面前 好好表扬表扬你 那就谢谢杨书记了 既然您有事 我就不打扰了 温书雅转身出门的时候 嘴角朝上狠狠地撇了撇 眉心又微微皱了下 既忐忑也有些自信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 温书雅离开了县纪尾 关上门 杨阳马上陷入了沉思 三人中居然有江小聪老婆顾小莲 你妈的 怎么就这样巧了呢 否则以张金飞的面子 还不足以让她如此为难 而温书雅口口声声听她的意见 话里话外的意思 却是要公事公办 将这件事搞成典型 就像是给她发了一个超级大红包 这烫手的红包 她该怎么接呢 就在这时 江小聪又敲门进来了 杨阳随顿时就是一阵头 这个冤家怎么又来了 杨阳姐 温书雅来过了 嗯 这是不太好办啊 随手将温书雅拿过来的材料 递给江小聪 一副恨铁不成钢模样说了句 得了 自己看看吧 看看你那猪脑袋老婆 都说了些什么 哼 江小聪接过来简单翻了下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 紧接着就恶狠狠地骂了句 这俩笨女人 真是蠢得可以 娘的 气死老子了 杨阳瞥了眼江小聪 摇摇头 并没有说话 她在等江小聪自己主动说 这是算了吧 有一点 杨阳一直猜不透 温书雅为什么会到世间局 这绝对不是偶然 而且 她和石可俊 应该之前就认识 她忽然想起月牙镇的事 尤其是温书雅的提拔 更是让她摸不着头脑 一点迹象也没有 沈金禅忽然就提了她 这件事虽然是纪委安排的 如果没有石可俊的大力支持 温书雅也不可能这么做 换句话说 吃空想年年搞 每次都是抓几个典型应付下差事 这次真是活见鬼了 这种自曝加丑的事 是否是石可俊想打开局面的一块试金石 也或许早就知道 这里面盘根错节的关系 故意来挑战自己的 是不是更深层次的目的 杨阳一时间摸不准了 事实上杨阳猜错了 之前石可俊和温书雅 还真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事 反而是他们按耐不住 才加速了暴露的时间 而此刻 江小聪非常清楚 这件事已经到了非常难办的程度 除非杨阳以纪委副书记的身份 强压下去 但是风险很大 沈金禅的态度那就很重要了 想到此 她无奈地说了句 杨阳姐 要不 这是暂时先放放吧 杨阳随即就是一阵轻松 她等的就是这句话 就在此刻 江小聪的电话响了 是她老婆顾小莲打来的 听到的第一句话 却是李爱萍说的 顾小莲 你家江小聪还是纪委的科长 这么点破事都搞不定吗 江小聪被这意外的电话给打乱了阵脚 一下子震住了 就在这时 顾小莲的声音才姗姗道来 江小聪 我说你在忙什么呢 你老婆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你个没用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是你不搞定 让我丢了脸 老娘我就辞职不干了 你来养我 你看着办吧 小莲 小莲 你别急啊 我不再想办法吗 对了 温书雅上午和你们谈话 你们怎么就不动动脑子 为什么不及时打电话给我 现在白纸黑字 被人家抓住把柄了 知道吗 这边顾小莲也不甘示弱 声音越来越大 我说江小聪 是已至此 再说这些屁话 有意思吗 那个温书雅 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不让我们打电话 而且不交代清楚 她愣是不让走 你妈的 以为我和爱萍都是傻子吗 由于声音太大 连洋洋 听着都觉得好笑 江小聪更是火冒三丈 大声说道 顾小莲 我的亲姑奶奶 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被人家唬住了 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真是个杀笔 笨蛋 你老公我都要跳楼了 好了 好了 我这有事 挂了 江小聪已经被气得语无伦次了 这边火气却更大了 江小聪 你他妈的敢挂电话 老娘马上就写辞职报告姑奶奶 你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 江小聪 你不是和那个美女书记 关系不一般吗 这是请她帮个忙 不就行了 顾小莲 你 你不要乱说 你真是气死我了 找杨书记帮忙 我怎么敢 哟 江小聪 别他妈的装枪做事了 别以为我天天打牌 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破事 只是老娘我无所谓罢了 不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顾小莲几乎是歇斯底里般喊着说的 就像是知道杨阳在旁边似的 还真被她说中了 这最后一句话就像一枚炸弹 炸得杨阳浑身颤抖个不停 没办法 她还得明知顾问道 江小聪 你老婆说什么 嗯 杨阳 他妈的 就是放屁 你别在意 杨阳随即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脸色铁青 狠狠地瞪着江小聪 语气冷漠地说道 你老婆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你说的 杨阳姐 这怎么可能呢 她胡乱说的 没事 我又没承认 杨阳叹了口气 纠结这事已经没啥意义了 不得不说 这江小聪人如其名 的确有点小聪明 见杨阳陷入了沉思 她也没闲着 来到杨阳身后 开始给她按摩起来 杨阳姐 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我会搞定她的 你放心 绝对不会有事杨阳也不吭声 只包不住火 纪委里面没人知道 她老婆倒是知道了 而且还不吵不闹 你妈的 真有点邪门 不管怎么说 先稳住再说吧 杨阳姐 要不你找找沈书记 或者请李县长出个面 嗯 我会考虑的 就这么着吧 你先回去 杨阳忽然就有点怒了 你妈的 小兔崽子 整天给她找事 做江小聪万帮无奈地走了 她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城郊的一处农庄 秋水院农庄 是李爱平家开的 留下一脸茫然的杨阳 慢腾腾地整理好衣服 她忽然有些内疚 她却在仕途上 不但没能给她帮助 无意间还扯了把后腿 以她的工作能力 其实早该放她出去了 否则月牙阵纪简书记 就不一定是白面男猪想雨了 而是江小聪才对 为了一己私利 江小聪一定是心有怨恨 只是不说罢了 哎 现在似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她手指点着办公桌 思考起来 杨阳很自信 在她眼里 提拔一个小小的妇科职干部 那就是随手勤来的小事 朱祥宇 这个白面小子 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出去了 而她也不过就象征性地提了下 就意外地成行了 此刻 在秋园县城东几公里外 今晚秋水院农庄客人并不多 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包间内 江小聪见到了张金飞 还有李爱萍老公刀疤脸 见她进来 几个人像见了救星似的 一下子围了过来 又是让座又是递烟 开玩笑 继委干部 那是走到哪 都是很有面子的工作 而江小聪也不谦虚 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模样 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 瞪了眼正在旁边嗑瓜子的顾小莲 又旁若无人地 在李爱萍身上来回扫尸了几遍 而顾小莲更是厉害 马上朝他反瞪了一眼 意思也差不多 江小聪你给我小心点 只是不解决 就要和你算总账了 江小聪一脸的无奈 现在不是吵 不是闹 是要想办法怎么解决的时候 就在这时 张金飞的手机响了一下 看了一眼 是莫欢发地提醒短信 张金飞若有所思起来 而江小聪也在来的路上 不停在琢磨一件事 然后朝李爱萍 他们两个人喊了一句 小莲 爱萍 你们先出去聊聊天 我们商量点事 重新关上门 三个人开始密谋起来 这时 张金飞忽然有所误事的小声说 刀疤 小聪 你们让李爱萍哥哥想想办法 刀疤脸接过话茬 不屑地说了句 张局长 李爱萍哥哥有个屁用 一个副镇长 石可骏能鸟他吗 张金飞也是一副哀声叹气的样子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马上大声说道 刀疤 你说的也是 石可骏现在可是春风得意 老子天下第一 李爱萍的话估计没啥用 随即神神秘秘地接着说了句 不过李爱萍和陈可的关系 不是很好吗 城中镇镇长可是很厉害的 请他出面 我们两面出击 说不定会有效果呢 让陈可 找石可骏 这更不靠谱 他和吴欣怡都离婚了 张局长 你怎么尽说些不靠谱的话呢 刀疤脸坐在一边 忽然说了句你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样吧 我们来点简单的 随即三个人咬了一会耳朵 刀疤脸三言两语 张金飞和江小聪听得莫名其妙 江小聪摇摇头 我说刀疤 你这办法估计没啥用 这可是造谣 风险太大 江大科长 能有什么风险 只不过就闻新潮 你们找点人死命的跟帖 再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就我们三个人知道 什么造谣不造谣的 你还是纪委干部 一切要讲究证据 这个都不懂吗 张金飞思索了下 点了点头 瞥了眼刀疤脸 又输了个大母 刀疤这招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事 可不能由我们做 你 你辛苦下 江小聪随即附和道 刀疤 这事 你可以试试 改天我请你喝酒 三个人又反复推敲了下 最后连江小聪都不由得一起来 你压得 不管有没有用 先把小兔崽子给搞臭了再说 就在这时 张金飞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想起了一件事 急匆匆地说道 对了 刀疤 徐小海和许亮 你认识不 刀疤脸一拍胸脯 斩钉截铁地说 许亮 熟悉 我哥们 开酒吧的 不过徐小海 我只听说过 是那个大书记的儿子 张局长 你说这个事 是什么意思 张金飞开心地笑了笑 不无得意地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徐小海 许亮 和石可骏 可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如果联合他们 这事不就好办多了吗 江小聪思索了下 又说道 这许亮我也认识 徐小海可是许书记的儿子 按道理 石可骏应该是不敢得罪的呀 可他怎么跟个愣头青似的 不当回事 而他却能一路往上走 半个小时后 当李爱萍和顾小莲再次进来的时候 已经倒好了四杯酒 因为顾小莲酒精过敏 从来不喝酒 而李爱萍则是大酒量 此刻 三个男人脸上挂满了笑容 像是捡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江小聪提议道 刀疤 我们一起敬张局长一杯 公愁交错之间 一来二去 就喝了不少 张金飞喝酒的间隙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江小聪一副情深意怯的样子 盯着李爱萍 而刀疤脸 则从头到尾色咪咪地盯着顾小莲 根本就没有心思喝酒 半个小时不到 半斤酒就下去了 刀疤脸手机忽然响了 连忙瞥了眼顾小莲 随即拿起手机 大声说了几句 兄弟 放心 我马上就到随即 又转向江小聪他们说道 江科长 张局长 真不好意思 我这有点急事 得先走了 然后一拍脑袋 笑呵呵朝江小聪说了句 小聪科长 我这喝酒了 要不 请小莲开车送我下 江小聪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张金飞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这喝得也差不多了 也搭个便车先回去了 李爱萍虽然喝了不少酒 却还是很清醒的样子 红泼的脸蛋上 闪过一丝诡异的坏笑 你马的 都是演戏的高手 演给谁看呢 这边 完全忽视了 还有两个人没走 那边车子还没出去 江小聪就已经抱住 李爱萍亲了起来 另一边 顾小莲开车将张金飞送到家后 就直接去了李爱萍家 你马的 刀疤脸那个电话 原来是顾小莲打的 来不及洗漱一番 刀疤脸直接扑了过去 顾小莲抬腿就是一脚 不满地大声骂道 我说刀疤 你怎么这么耐不住性子 老给我识眼色 张局长还在 而且 江小聪和李爱萍也都看到了小莲 张金飞这个猪脑子 他只知道喝酒 心心念念想着你们那位吴局长 可人家压根就是耍他还有 小莲 你就别装了 你家江小聪 巴不得我 赶紧把你带走呢 你马的 放屁 真是活土匪一个 小莲 你这小妮子 只有我能收拾你 你说是不 嘿嘿 好 好 好 我放屁 当初可是江小聪先勾引的 我老婆 你才 顾小莲 瞥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玩味地说 刀疤 就你厉害 小莲 应该说是你勾引我的才对 谁让你 长得这么勾魂呢 再说 我是真心喜欢你 要不 你和江小聪离婚 刀疤 你怎么又说这事了 这是以后再说吧 顾小莲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 忽然饶有兴趣地说了句 去 去 去 你说江小聪他们在干啥呢 刀疤脸想也没想 就开骂了 江小聪 就是个杀笔 在外面人五人六的 在洋洋面前 活脱脱就是一条海巴狗 李爱萍这个小贱人 倒是喜欢他 这副德性 小莲 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就和李爱萍离婚 你也离了 跟着我过算了 刀疤 你他妈还是个人吗 这么喊慕人家 是不是有点过了 天天逼老娘离婚 你他妈想得倒是挺美的呀 下次再说 老娘和你一刀两断 小莲 你这脾气怎么这么火爆 难怪江小聪 刀疤 给你点脸 你还蹬鼻子上脸 没完没了了 江小聪 还不是被你老婆李爱萍勾引的小莲 你们真是对好闺蜜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江小聪迟早玩玩 顾小莲也不知道干了什么 哎呀 刀疤脸忽然大叫一声 顾小莲 你他妈要废了老子吗 这个晚上 顾小莲没有回去 李爱萍也没有回家 今夜星光灿烂 大家都很忙 石可俊自然也没闲着 温舒雅从县纪委回来后 直接在一家茶楼见了面 一壶茶一个减餐 两个人边吃边聊 苏妙慧今天显得有些激动 看来这第一枪 打对了 但她并不奢望能取得什么大成绩 至少是头饰问路 羊羊忌惮了 舒雅你真行啊 效率太高了 坏小子 别高兴得太早 后面很有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万一羊羊真的替江小葱出头 万一沈书记迫于压力出面 这件事还是存在变数的 不过 可能性很小 石可俊愣了下 一句坏小子 让她猛然想起 这可是新姐专属称谓 此刻 温舒雅居然脱口而出 她觉得有些不适应 却也没说什么 这反而提醒了她 自己该打个电话给新姐了 开了个小差回来 石可俊突然皱起了眉头 缓缓说了句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依你分析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温舒雅的目光 永远是这么温柔 今晚的声音更是奇妙 简直是英声艳语般 听起来十分的舒服 嗯 江小聪和杨书记关系可不一般 是她的得力助手 别看她平时一副谄媚相 业务能力可不假 也是个狠角色 比你见过的白面男猪响语 要强多了 听闻此言 石可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她曾经和他们谈过两次话 其中一些细节 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舒雅 我有一个直觉 杨阳和江小聪关系有些暖昧 他们是不是那种关系 温舒雅 温舒雅着实有几分吃惊 愣了下 随即玩耳一笑 说啥呢 别把人家想得那么坏 杨阳老公可是李天花 江小聪她敢吗 这个可不好说 这男人的思维 有时候你是不懂的 再说李天花也不是啥好东西 这一刻 她想到了秋月 随即就是一阵叹气 温舒雅可不知道 石可俊心里想的这些事 她刚说完 温舒雅随即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被石可俊这么一提醒 温舒雅心里也有了疑问 在县纪委 很多人都知道 杨阳对江小聪 一直都是关爱有加 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某种联系 而她莫名其妙就到了事件局 看上去很正常 实则很意外 因为连沈金禅都很纳闷 至于是什么 温舒雅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刻 她脑子里闪过了流林 再看看石可俊 温舒雅忽然明白了一些事 石可俊敢这么和段正山他们这么干 甚至不惜得罪李天花和杨杨 换成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种自掘坟墓室的方式 在官场是极少见的 而她也听说过 石可俊的一些事 至少有一点是确认无疑的 那就是流林很欣赏她 问题是 她怎么会欣赏她呢 想到最后 温舒雅也是一头的雾水 索性随她去了 按照既定思路来干就行 随即说道 接下来 我们要有应对各种事情的准备 现在行动才开始 接下来的才是重点 我一定要让你在这个岗位上 干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也不枉你帮我一回了 我这叫回馈 坏小子 知道吗 石可俊先是愣了下 马上就明白了温舒雅话里的意思 不过 她依旧装着一副不解的样子 应了声舒雅 你说这话啥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嗯 你不懂才好 对了 接下来的方案细则 我们有时间再打磨打磨 没事 我这边绝对没问题 那就好了 来咱们俩干一杯 温舒雅忽然端起茶杯 两个人以茶代酒 好不惬意 整个谈话的过程中 温舒雅的声音 犹如清澈的流水 缓缓而至 忽然间 石可俊有点迷失了 第一次觉得 她的声音是如此的迷人 极具穿透力 直达心扉 舒雅 今夜你真美 温舒雅并没有说话 朝她笑了笑 眼底瞬间浮起一片温暖 从茶楼出来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石可俊正想说再见 温舒雅却开口了 坏小子 要不 我送你吧 这里离红井小区有点远了 石可俊本想拒绝 见温舒雅一脸期待的样子 就没再拒绝 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 温舒雅是一辆红色宝马 迷你坐上去 石可俊整个人变得很不自在 你挖的 这车子空间也太小了点 是不是不舒服啊 温舒雅瞥了眼石可俊 实在是搞笑 忍不住问了句 还好吧 你开快点 石可俊朝她咧咧嘴 苦笑着说 哥哥 嗯嗯 温舒雅一面开车 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 石可俊心想 温舒雅 你是个花痴吗 刚到红井小区门口 石可俊就逃跑式地 从车里下来 转身挥手 温舒雅含笑离去 此刻 石可俊正准备进小区 忽然身后一个女生传进耳朵里 哥 看美女呢 还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石可俊不用回头 就知道是谁了 小雪 今天回来的早晚 嗯 刚才这辆红色宝马不错 车里的女人更漂亮 不过 她又是谁 话没说完 夏雪连忙追着车尾看了眼 你压得 开太快了 居然没看清 石可俊随即在她头上轻敲了下 笑着说 夏雪 别看了 我坦白交代 是我同事温舒雅 哦 是温大美女啊 难怪心情这么好呢 耶 你这小丫头 是几个意思 像是在审查我似的 走吧 快回家 哥 我晚饭还没吃呢 你难道不想 请我吃个宵夜啥的 否则的话 我不保证明天在林姐面前 不说漏嘴 夏雪瞥了她一眼 一本正经地说道 老话说 女大十八遍 夏雪至少是二十遍 自从跟了流淋以后 整个人慢慢变化了 变得沉稳谨慎了许多 现在还多了呀 爱管闲事 关键还学会了要挟人 想吃啥 哥去买 石可俊知道 她是在开玩笑 但夏雪心里 的确有几分不爽 和林姐也就算了 你怎么 能让别的女人送回来 这要是给林姐看到 不生气才怪呢 叹了口气 夏雪不假思索地说了句 哥 我们去吃烧烤吧 要不 把林姐也叫出来 石可俊又想拍她头了 刚在心里表扬了她 这三分钟还没到 怎么犯糊涂了 小雪 这个主意很好 不过林姐 现在是县委书记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你觉得合适不 夏雪点点头 无精打采地说了句 也是 那我也不想去了 小雪 走吧 下次 咱们再叫林姐 石可俊说吧 夏雪毫不犹豫地挽住 她过了马路 夏雪心想 反正林姐也看不到 今天我也不用 那么含蓄了 嘿嘿 其实 从石可俊来到小区门口起 在门口停着的一辆车里 一个戴墨镜的男子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一眼望去 红井小区不远处 就有好几家烧烤店 由于搞道路安全 及环境整治 原来在路边的烧烤店 现在都搬进了室内 此刻 石可俊心中不免有些感慨 怎么看 都少了些烧烤的韵味 连城市的烟火器 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 香 二十分钟后 在墨镜男的注视下 夏雪拎着一袋打包好的烧烤 开开心心挽着石可俊 穿过马路回到一幢十六楼的家 哥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林姐其实很关心你的 要不是身份所限 其实她很想经常来我们这里 不对 是来你这 嘿嘿 可是 情况她不允许呀 夏雪一边啃着烤鸡翅 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嗯 还好吧 对了 小雪 你吃慢点 石可俊象征性拿了个烤串 细嚼慢咽起来 纯粹就是陪练 她可不太喜欢吃这些 世间局也蛮复杂的 五年换了三任局长 据说都是被张金飞给挤走的 你可要留审点 这家伙坏得很呢 石可俊抹了把嘴 斜过脸望着夏雪 又拿了张餐巾纸 替夏雪擦了下 一边问道 小雪 你是咋知道的 林姐说的 夏雪眼神突变 瞪了她一下 带着点自嗨的语气说 哥 林姐哪有闲工夫管这些事 是两半其他秘书闲聊时说的 你不知道吗 我现在可是秋元第一大秘 他们有事无事都围着我绕圈圈 嘿嘿 哦 你别和那些人乱说 另外 这秘书圈子可复杂得很 你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林姐 谨言慎行 我的妹妹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知道吗 夏雪堵起嘴 斜眼看了下石可俊 不开心地说 哥 你咋见面就给我上课 就像个老太婆似的 婆婆妈妈 石可俊把脸一沉 故作严厉地说了一通 不要嫌我啰嗦 你知道吗 你给林姐当秘书 有多少人眼红吗 有些人和你说话 都是带着目的 替她的主子打探消息 这些事在秘书圈 可不是什么秘密 要不是手上全是油 石可俊非得敲敲她的头不咳 才干了几天 就有点翘尾巴的苗头了 必须及时扼杀掉 夏雪有点自毁地吐了吐舌头 又丢了个嬉皮笑脸给她 这才慢悠悠地说 哥 我知道了 以后一定注意刑部 你老人家的话 一定铭记在心 另外 林姐其实也很不容易 她压力可比我们这些人大多了 你可千万别给她添麻烦了 知道吗 石可俊手拿着烤串 在她眼前晃了几晃 小丫头 反过来给她上起课了 小雪 你给我还要你教吗 说吧 实在是没忍住 用满是油污的手 在她头上敲了下 小雪 快吃 吃完赶紧回去睡觉 哥 你恶心不 手上全是油 我这早上刚洗的头 真被你气死了 陪钱说吧 起身擦了擦手 喋喋不休地准备离开 出门时 夏雪突然来了个偷袭 两只满是油污的手向外 直接朝她怀里撞了过来 哥 我回去了石可俊身体向后退了两步 咧着嘴笑了笑 这小丫头 今天是咋的了 咣当一声 真走了 就在下雪冲出门的一刻 电梯口一个黑影忽然闪进电梯缓缓下去 下雪愣了下 又转回头看了眼 没人啊 再看电梯显示按钮 15楼 揉了揉眼睛 拍拍脑袋 你压得 莫非是看花眼了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石可俊一口气爬到8楼 供电局昨天就通知 因主线路检修 今天全天停电 由于停电 似乎很多人都没来上班 石可俊不辞辛苦 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楼层 除了几个科室负责人在港外 大部分都没来 因为中午食堂不开火 那些每天来蹭饭的人 今天也集体缺席了 停电就放假了吗 真是岂有此理 石可俊发誓 不把这股歪风邪气给整顺了 绝不罢休 其实 像今天这种情况属于个案 主要是风气不正 让他忧心忡忡 站在办公室里 暗暗叹了口气 且让你们过几天好日子吧 治完疾 必须用非常手段 而这非常手段 还在脑子里打转 得仔细琢磨琢磨 不干则已 要干就一步到位 理性与现实之间 就是那么一小步 可他要想迈过去 其实就是十万八千里 离终点越近 困难越大 石可俊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这天下午 月牙镇政府 林义军办公室内 此刻 他正在来回夺着布 不时瞥一眼办公桌 小山坡般的报销单据 都是等着他签字报销的 每看一次 他就是一阵头大 他可是纪检干部出身 虽然在镇委会研究过了 但是他还是一张一张 很仔细地看了起来 看到一半 他 的眉头越锁越紧 最后成了一条线啪的一声 林义军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压得 这不是明目张胆套取 镇政府资金吗 很多都是他不了解的 尤其是给秋元建设的工程款中 多出了很多笔 还有名家连锁超市的货款 数量明显过大 价格也高得出奇 他随即将苏妙会叫了过来 以前林义军并不怎么关注苏妙会 也知道他和段正山有那种关系 但对他的为人 林义军也是认可的 人不可貌相 不能因为他过去那点事 就产生成见 更为关键的是 石可俊几次提醒他 一定要和苏妙会搞好关系 对他不会有坏处 苏妙会提拔为副镇长 还有自己提拔为镇长 外界是有不少非议的 这么一想 哎 咱们两个居然还有点同病相连 惺惺相惜的意味 自他当镇长以来 今天还是第一次主动邀请他过来 没办法 不懂就问呗 苏镇长 请坐 来喝茶 见苏妙会进来 林义军连忙走了过去 同是女人的优势 这时候起作用了 小胳膊玩起来 两个人像姐妹般来到沙发前 谢谢林镇长 苏妙会随即抱一个感谢的微笑 这个林镇长 苏妙会更不陌生 两个人站在宿舍阳台 相互监督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今 随着石可俊的调离 这倒省了不少麻烦 他们再也不用趴在阳台上 无聊地看月亮属星星等 那个男人了 林义军很谦虚 没有半点阵长的架子 而是以两个女人 唠家常的方式开始了对话 俨然将他当成了良师义友 倾听他对镇里 许多事的看法和见解 直到最后 林义军没办法了 才将话题隐身到桌子上 那一大堆发票上面 妙会 这些你清楚吗 这些数字我看了都害怕 这个字 我真不敢签苏妙会 只是瞥了眼 心中自然有数 林阵长 以前我是党政办主任 这些是自然见过 现在吕朝阳也是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 似有难言之隐 苏妙会犹豫了下 接着说 但镇里以前一直都是这样 说句实话 财务有点混乱 段正山和吴大强都签字 详细情况 只有镇财政所张友春最了解 苏妙会的话简洁明了 没明说 又像是什么都说了 而是向他提到了财政所所长张友春 林义军若有所思起来 苏妙会婉转地说辞 符合他一贯的形式风格 嗯 谢谢你 妙会 对了 以后非公开场合 叫我义军就行 这样显得更亲切些 苏妙会忽然一阵小小的感动 这在以前 是不敢想象的 随即恩了一声后 接着说 林阵长 不 义军 还有些话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了 总之一句话 不该担的则绝不担 实话说了吧 你不签字 吴大强也有办法 嗯 我懂了 林义军将茶杯递给苏妙会 又感激地瞥了眼来 喝口茶 这镇上的事 绝非表面看得这样 难怪 苏妙会并不知道 他知道林义军后面想说什么 这个新阵长缺乏和吴大强这些人斗争的经验 却有一颗正直的心 苏妙会告诉自己 在关键时候 一定要帮助他 千万别上了吴大强的当 想到只有自己知道 这单方面的情感纠葛 苏妙会既想笑 又很无语 当事人压根不知道 他暗自忧伤个啥 那 人家林义军才是他的女人 时间并不算长的谈话 已经明确了苏妙会已经向林义军靠拢 而林义军也已读懂 两个人曾经相互提防的女人 会心一笑之后 苏妙会就起身告辞了 因为娘娘枪吴大强的电话打击来了 林离开的一刻 苏妙会忽然回过头来 淡然一笑 俏皮地说了句 林镇长 石可骏是我朋友 您是我的领导也是朋友 以后很多事 不要只看表面 我想您能懂我的意思吧 林义军当然听懂了 这一刻 她已经接纳了这个女人 却不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用命运多传来形容 甚至都不足以表示 而她似乎永远都不可能 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在走廊上 苏妙会这一刻 忽然对自己说了句 该去烫省城了 娘娘枪自从当了书记后 简直就是换了个人 急剧蜕变 家长是作风 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 最可恶的是 她经常以那件 她无法确认的事 变相威胁她 苏妙会走后 林义军随即给 镇裁证所所长张友春 打了个电话 张友春 四十六七岁 在林义军面前 表面上嗑嗑气气 却掩盖不了 她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 心里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 以前她是段正山和吴大强的人 而段正山被调查了 张友春担惊受怕了一阵子后 见没什么动静 后来有人消息 传给她 让她安心工作 只要继续配合好吴大强 保她没事 消息自然是吴大强传给她的 而她丝毫不怀疑消息的真伪 为什么呢 这里面的学问 吴大强并没有多说 有些事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而吴大强的消息来源 她是无需去关心的 因为她也不知道 甚至很多人都不清楚真正的来源 林义军照就给她泡了杯茶 并没有绕弯子 直接讲那些票据 推到她面前 张所长 你是财政所长 是镇政府的钱袋子 我是新任镇长 不了解过去那些事 也不想知道 但是有一点 从我手里出去的每一笔开支 都要清清楚楚 另外 按照镇财务管理制度 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另外 第一 一次镇委会扩大会议 你也参加了 张友春不停地点头 连声说道 嗯 嗯 林镇长说得对 你放心我张友春 干了这么多年财政所长 规矩我都懂得 他并没有明确表态 也不想和他多说 现在他可是吴大强的铁杆小弟 为他的话是从 林义军 我会撩你 开什么玩笑 你说我听 省得闹心 而林义军听得就很不爽了 明明是制度 你非要说成是规矩 同样两个字 这意义可大不相同 江湖才讲规矩 你压得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再说下去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了 林义军撇了撇张友春 似笑非笑地说了句 我当然相信张所长 你一定会按照制度来办事的 而不是什么规矩 张所长 你说是不是 话不投机半句多 林义军直接将他打发到吴大强那去了 从林义军办公室出来 张友春真的去了吴大强那边 至于是什么事 就不难猜测了 这一刻他忽然想念石可骏了 他们的冒牌恋人关系 随着两个人工作岗位调整 像是有些变淡了 而他这个本应是石可骏的阵掌位置 怎么看居然也有那么点冒牌的味道 哎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一声叹息后 林义军毫不犹豫打了个电话给石可骏 就在电话响起的一刻 他忽然灵机一动 记上心来 你压的必须把他骗到月牙镇来 嘿嘿 喂 大坏蛋 你在忙啥呢 林义军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到石可骏耳朵里 石可骏随即愣了下 连忙问道 义军 怎么了 你这声音有点不对啊 嗯 你个没良心的 失踪了吗 我最近都忙得上火了 然后压低声音 无力感十足地慢慢说 大坏蛋 这两天你能来一趟吗 义军 你知道的 我这副局长日子可不好过 上次电话里不是告诉你了吗 再说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不太适合来镇里的 影响不好 那好吧 不过 不过 哎 还是算了林义军捂着嘴 无病身引起来 愣是强忍着没笑出来 不过什么 义军 快说 我这边还有点事 我 可能是最近忙得吃力了 李李 好像又有点不舒服了 哪里 大坏蛋 还能是哪里 林义军差点没忍住笑出来了 你压得 真是个大笨蛋 石可骏先是微微愣了下 随即就反应过来了 暗自一笑 石可骏同志 被骂得活该 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点 连忙说道 哦 我知道了 这可怎么办 要不你什么时候来县城的时候 我再帮你按摩按摩 这玩意一次两次 效果也不行啊 那你明天来镇里 行不 嘿嘿 算了 我在考虑 考虑下 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吗 嗯 没有了 还考虑什么 我这已经 哎呦 林义军夸张的声音再次传来 石可骏咧嘴一笑应了句 嗯 那就好 算了 我还是来一趟吧 真的 那我晚上得好好吃一顿林义军瞬间转怒为喜 欢快地回了一句哈哈 不过我有个建议 你带上一个人 林义军随即又愣了下 本来还想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的 你这还要 带个电灯泡 心里自然是很不乐意 不过 他还是嘟嚷着说了句 还带人啊 带谁 苏妙慧 不行 不行 说了两个不行之后 林义军却改变主意了 因为他觉得 石可骏这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而他对苏妙慧的印象 似乎也好了很多 随即改口道 那好吧 石可骏在电话那头 都能闻到浓烈的醋意 不过对林义军的态度改变 他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他应该想到 请苏妙慧一起参加的原因了 刚刚摁掉电话 林义军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呵呵一笑 冒牌男友 也不算太差劲 忽然 林义军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考虑 除了苏妙慧外 他又想起了一个人 何不把他也带上呢 现在他可是势单力薄 想要坐稳这个阵长 还是要拉拢人的 现实监局 挂了电话 石可骏犯难了 这边工作如火如荼推进中 而林义军那边 他也不能不管 林义军胸前的节节之前 的确是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导致复发了 其实 就算林义军不打电话 他也要抽时间去几趟 巩固一下治疗效果 下午四点 石可骏就让赵义军开车 送他去县政府 车子出机关大院的时候 石可骏瞥了眼传达士 可能是停电的缘故 已经关门上锁走了 他摇了摇头 义军 传达士老吴呢 怎么这么早就锁门了 赵义军瞥了眼传达士 并不太在意 随口说了句 局长 这老吴可是吴局长远房亲戚 今天停电 可能先回去了 回头我打个电话问问赵义军 直接将车开进了 县政府地下停车场 赵义军离开后 这才开着流林的奥迪 A4直奔月牙镇 路过月牙湖的时候 石可骏不由自主停车走了下去 如果说秋元是他的第二故乡 月牙镇 月牙湖 月牙山 才是他奋斗的起源之地 月牙湖平静的水面之下 石可骏的内心却是一片澎湃 斗转心仪之间 许多事都在默默变化中 抬眼远望高高的青山 低头凝视平静的湖水 还有那看不到的悠悠深谷 他仿佛听到了小白狼的嚎叫声 自从我石可骏来到这月牙镇 就和你结缘 再会吧 你就像是我的心上人 永远不分离 而这些又有谁能懂呢 喧嚣的尘世 迷乱的人生 错综复杂的事是非非 还有我的心上人 到底是谁 你又在哪呢 来到新食品产业园建设工地 石可骏顿感欣慰 这可是 他一手设想孵化出来的 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 充满了深情厚意 在刘林的直接干预下 产业园建设速度很快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竣工了另外 两家入住企业的招路工作 即将启动 这也是他今天来月牙镇的原因之一 不是他有多么高尚 只为心头那一份执念 柳之村临时安置点 二期板房工程 就在新食品产业园附近 远远望去 一排排崭新的板房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见那边人头攒动 一种天生的感情油然而生 石可骏忽然想过去看看 当石可骏停好车 来到板房外围 很多村民都围拢过来 石副镇长来了 我们 找他说理去 请他为我们做主 你们别给石副镇长添麻烦了 他就是因为 我们柳之村的事 被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挤走了 大家别给他添乱了 石可骏眉头随即就皱了下 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又有什么事了吗 就在这时 村妇女主任后来递向他跑来 递了瓶矿泉水给他 带着几分激动的心情喊道 石副镇长 您来了 快 喝口水 石可骏接过矿泉水 喝了一口 又咧了咧嘴 笑着说 再过一段时间 就有我们月牙湖自己品牌的水喝了 嗯 我也听说了 这都是您的功劳呢 侯主任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我应该做的 希望大家能早日住进新房 过上好日子 对了 侯主任 这厂房也快建好了 很快就要招工了 镇里 有安排了吗 嗯 林镇长已经来过村里了 让村里先摸牌人员 他说 到时候统一安排工作岗位呢 不过 有些人估计还是不行侯主任 嗯 月牙湖是快宝地 希望走出去的村民们 都能回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将来这里绝对会大变样的 看着侯来地淳朴的笑脸 石可骏忽然有点感慨 对柳之村 他有自己长远的的规划和设想 更没想到 刚启动第一步 他就离开了 这种遗憾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但心中的愿望 并没有因为离开而被抛弃 此刻站在此地 反而是更加强烈了 石可骏抬眼望去 一抹阳光射来 他眯了下眼睛 就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柳之村 收回眼光的一刻 目光所及 不远处的村民们 正在激烈地说着什么 忽然问了句 侯主任 村民们都在议论些什么呢 后来地瞥了眼石可骏 他忽然有些为难了 见他满脸真诚的样子 心一横 结巴着说道 嗯 石副镇长 没事 其实也没什么 石可骏瞅了眼后来地 他早已感到不正常了 因为村民们的 并不算小的议论声 早就被他的顺风耳 一字不落地听到了 侯主任 有啥事 你尽管说 虽然我不在镇里工作了 但我早就 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乡亲们的事 就是我石可骏的事 另外 我一会也要去见林镇长 有什么情况 我也可以向他反映下 石可骏并没有隐瞒 他要去见林义军的事 朴实的村民 怕给自己惹麻烦 居然选择闭上嘴巴 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后来地顿了顿 这才大着胆子 娓娓道来 石副镇长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期板房已经完工了 按照镇里的统一安排 已经有村民住进去了 可这还没几天 各种问题就来了 大家意见都很大 你瞧 这些村民都要在一个月后搬进这二期板房 大家实在是不太放心 就提前来看了 结果发现 问题比前面的还要多 哎 作孽 怎么办呢 发现什么 侯主任 你直接说 如果这里不解决 我就向县领导汇报 一定给大家做主 这板房远看崭新的 是外面重新做了层油漆 里面看就不是这样子了 全是修修补补补拼凑起来的 用手轻轻一推 就只打晃 这要是起大风啥的 飞倒了不可 你说谁敢住进去呢 还有这事 你们为什么不向镇里反应 嗯 反应过了 这事是由吴大强亲自管 而且 我们村新书记 马上就要到任了 听说还是吴大强家亲戚 是侯小六儿子 石可骏瞬间就是一阵头大 这真是走了一只狼 来了一只虎 吴大强真特么的推不是个东西 他是把镇政府当成自留地了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侯主任 我过去看看 石副镇长 你别去了 刚才镇里通知 一会吴大强要过来石可骏顿了顿 随即呵呵一笑 心想 吴大强赖不更好吗 侯主任 放心好了 吴大强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现在可不归他管 后来帝张着嘴 还想说些什么 石可骏已经迈着大步 朝板房走了过去 后来帝正了正 连忙小跑着跟了过去 石可骏回头朝他笑着说 侯主任 你去忙 别陪着我 我自己过去就行石可骏这事 不想给他添麻烦 后来帝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其实已经晚了 因为在不远处 已经有几个人看到了这边发生的事 一路过去 村民们都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 此刻 石可骏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而后来帝话看 就像是一根刺 刺在他身上 让他浑身都不舒服 忽然间 这种成就感 转化成了危机感 四下扫视了一遍 石可骏不由叹了口气 人走了 心还在 而他与村民们的缘分还未尽 就在这时 一个急刹车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随即就是一阵灰尘掠过 石可骏连忙用手挥了挥 随即看过去 一辆熟悉的麦腾车 已停在他身边 石可骏眉头青闪 暗骂了句 你压得 吴大强这个娘娘枪还真来了 而且还示威似的 来了个急停 得意忘形的炫耀 赤裸裸的挑衅 石可骏摇了摇头 假装没看见 并没有理会吴大强 继续往前走 石副局长 你今天怎么来这里了 只见吴大强右手架在车窗上 软绵绵的声音从车里传来 他根本就没有下车的意思 石可骏踩在泥巴路上 麦腾车并排缓缓向前开 吴大强派头十足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还故意将副局长三个字拉得很长 喊得贼高 石可骏也不傻 照葫芦话嫖来了一句 哟 吴大书记嘛 您老人家 今天清零基层视察工作来了 吴大强忽然把脸一沉 阴冷地朝他喊了声 石可骏 你这上班时间跑到这里来干嘛 吴书记 我来看看村民们 这不违法吧 石可骏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要不 我请你去镇政府坐坐 晚上大哥 我请你喝一杯 来 来上车 吴大强半个头伸在外面 装模作样地朝他挥挥手 石可骏一阵恶心 还喝酒 石可骏突然止住脚步 麦腾车马上就是一个急刹车 差点就撞到吴大强的头了 吴大强随即扶了下金边眼镜 车内马上传来呵斥声 你怎么开车的 再这样老子就换了你 两米远外 石可骏朝吴大强嘲讽地说了句 我说吴书记 这酒你就留着自己喝吧 我可没这个闲工夫 石可骏 前面是施工场所 你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吴书记 哪条规定我不能去了 只要做好安全防范都行 随即在旁边的地上 捡了个破安全帽 往头上一戴 朝吴大强戏谑一笑 继续朝前走 吴书记 这样行了吧 不行 吴大强话音刚落 这一次驾驶员表现神勇 只见 麦腾车猛然往前开了机密 一个急方向 直接将车横在土路中间 一阵灰尘 劈头盖脸 扑向石可骏 石可骏一边挥手 一边按骂了句 吴大强 你特么是神经病吗 石可骏本来是想按骂的 结果因为生气过度 这嘴巴一张一盒之间 声音跑出来了 又恰好被吴大强听了个明明白白 这下可把他气坏了 连忙大声呵斥起来 石可骏 给我站住 你已经不是月牙镇的干部了 还他妈的这么嚣张吴大强 老子就猖狂了 你能咋低 不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敲门 吴大强统治 我看你是心虚啊 石可骏 我说你真不是一般的蠢 好歹也在官场混了几天 怎么就一点长进没有呢 哎 真是无药可救了 吴大强 谢谢你老人家的真真教会 不过 我看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再说 另外 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就爱管闲事 呵呵 石可骏 你 你个小兔崽子 敢和老子作对 我可不是段正山 跟我斗 你还太难了点此刻 灰尘散去 吴大强已经下了车 像个幽灵似的 站在石可骏面前 石可骏不屑地朝他看了眼 摇了摇头 又叹了口气 这才说到 吴大强 算了 我还是叫你一声无书记吧 我怕将来没什么机会叫了 吴大强猛然愣住了 一脸茫然地说了句 石可骏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石可骏呵呵一笑 随即说道 吴书记 这还不好理解 原来你还不如段正山 因为我猜你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不他的后尘 而且比他还要惨 真是个大笨蛋 哈哈 石可骏 小兔崽子 你他妈放屁 老子 老子 吴大强 这就不好了吧 国家干部 光天化日之下大爆粗口 有伤风化 不行我要录音 吴书记 请您老人家再重复一遍 如何 石可骏拿出手机 胡乱戳了几下 然后递到吴大强身前 吴书记 来啊 再说一遍试试 嘿嘿 吴大强还真被石可骏给唬住了 这小子就是个神经病 不过话是 不能乱说了 别真被抓住把柄 就在这时 板房周围一下子多出来几十个人 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石可骏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家伙 这些人显然不是工人 妥妥地打手 好几个撸起袖子的小年轻 膀子上都纹着青龙 石可骏笑了笑 他倒不是怕这些人 是没必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在吴大强这些人眼里 他可是典型地败走月牙镇 是个失败者 石可骏却不这样认为 他不想再惹不必要的麻烦 打打杀杀的事是解决不了事情的 之前 后来D已经将情况和他说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 还是从长记忆吧 效果已经达到 就在他转身欲走的一刻 一个戴着安全帽 侧身看着他的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不是段小飞吗 随即指了指段小飞 朝吴大强说了声 吴书记 你还挺有情意的吗 对老领导还恋恋不忘丢下一句话 石可骏反手打了个手势 看也没看吴大强一眼 大喊了一句 走喽 吴大强铁青着脸 一头转进麦腾车 关上车窗的一刻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脸上随即却露出一股得意的微笑 石可骏 少张狂 你要倒霉了 还跑来这里嘚瑟 来到月牙镇政府的时候 天已大黑了 门口停着一辆别克商务车 石可骏有些眼熟 林义军站在车旁 石可骏将车停进镇政府院子内 他忽然有种回家的感觉 仰头看了眼五楼 转身大踏步走了出来 李洁兴的称呼之后 随即上了别克车 屁股还没坐稳 一声使局长你好 传来 苏妙慧马上和他打了个招呼 意外的是 驾驶是一个人扭头朝他笑了笑 兄弟 咱们又见面了 林镇长 你这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随即瞪了林义军一眼 现在他也学会保密工作了 这时林义军说了句师所长去湖光山色 二十分钟后 一行人便来到这个由人工湖组成的休闲酒店 还是上次那个八号厅在西北一角 进去后还是那首高山流水 石可骏心想 这大概是循环播放的吧 石可骏忽然觉得很亲切 这地方选得可真好 是他们第一次吃饭时来的地方 区别在于今天少了个秋月 却多了个苏庙会 五分钟后 悠扬的高山流水摇身一变 成了曲调强劲的广陵伞 四面八方从头顶响起 石可骏眉头瞬间皱了下 淡笑的面容 请客间变得阴郁起来 他已经很久没听过了 一曲广陵伞 此时在听 他在等待什么 或是什么在等着他呢 这种非同寻常的意境 让他短暂地失神了 让石可骏所料不及的是 在他们进来后二十分钟左右 吴大强的麦腾车也开了进来 吴大强卖着小方部 悠哉悠哉去了东南角的一号厅 是这个休闲酒店的最豪华包厢 西北和东南 刚好与石可骏的八号厅隔湖相望 此刻 八号厅内 四杯茶高高举起后 又轻轻落下 就向两对情侣 闲情雅致间相约一句 在四杯相碰的刹那间 石可骏忽然问了句 郑阳 最近忙不忙 哦 我呀 老样子 派出所能有闲的时候吗 林毅君瞥了眼石可骏 目光在苏妙会脸上扫了下 淡淡说了句 史局长 你现在可是进城了 留下我们在这苦苦煎熬苏妙会随即应了声 可不是吗 史局长是咱们秋元的青年才俊 明星干部 将来可是大有可为哦 施郑阳也不甘示弱 就是 就是 我兄弟是什么人 那可是万里挑一 是干大事的人 不过呢 你混好了 可别把我们给忘记了 林阵长 苏阵长 你们说是不 石可骏别了别嘴 你压得 这才几天 都成小集体了 居然三对一来寒酸他 算了 我现在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 想想都是累 哎 不说也罢说完 拿了张餐巾直抹了下脸 接着说 哎 喝饮料 正阳 你可是镇里的重要干部 位置可要摆正了 别因为我不在就偏行了 呵呵 怎么会呢 石可骏犹豫了下 忽然问了句 对了 哪天把邱老师约着我们一起吃顿饭说起秋月 施正阳喜忧参半应了句 嗯 那是一定 秋月和我说过好几次了 想请你吃饭 最近你也忙 他自己也是 自从当了这个副校长 整天忙得是看不到人影 这不 今天晚上又要加班 石可骏十分地纠结 很想告诉他 看到施正阳刚刚从阴霾中走出来 他实在是于心不忍 算了 找个合适的机会 告诉他 该来的总是要来四个人的晚餐 气氛从开始的沉闷 很快火热起来 施正阳心情极佳 整个人也是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 喝酒不谈工作 这喝饮料 就更不能谈了 一顿饭功夫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看似轻描淡写 却句句切入要害 月牙镇未完之事 和未来之事 想要延续下去 关键靠林义军 而他势单力薄 石可骏不遗余力 给拉了两得力个助手 尤其是他临时提议 将苏妙会请来 更是做对了 就在这时 施正阳忽然说了句 段小飞回来了 坑爹的代表 石可骏恨不得一脚踹飞了他 这说得好好的 说他干嘛 瞬间瞪了他一眼后 施正阳却一脸的猛逼 小小地对了下石可骏 兄弟 你这横眉冷对的样子 是几个意思 又是一个瞪眼 这次换了人 是林义军 可怜的施正阳他 可是无辜极了 不知不怪吗 而此刻 苏妙会已经打了好几个机灵了 石可骏瞥了眼林义军 他早已领会 你压的 千万不能提这个人 随即画风一转 这板房二期工程还没完工 就来要钱了 尤其是财政所的张友春 狗眼看人低 只认吴大强 真是被他们气死了 义军 对于这些 你这个阵长可要严格把关啊 不符合要求的 一定不要随便签字 不过 石可骏似乎想到了什么 以前他就听说过 在段正山时代就是这样 书记代劳的事 并不新鲜 不过 他们有的是办法 林阵长应该能到吧 苏妙会忽然接过话茬 刚刚阴霾的翘脸 此刻又有了一片阳光 朝林义军笑了笑 林阵长 我敬您一杯 行得正坐得端 天他下来 也不怕施政阳乐呵呵地补充了句 石可骏朝他看看 除了刚才那句无心之语 这家伙进步不小 几天没见 这说话有点讨人喜欢了吗 吴大强小人得志 得意风光了 他妈的 你不就是李天花的一枚棋子吗 说难听点 就是他的一条狗而已 迟早被卖了 林义军言嘴一笑 苏妙会也忍俊不禁 欢声笑语下 石可骏却一脸地严肃 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这世上 谁不是谁的棋子呢 你 我 他 呵呵 随即端起茶杯 在三个人面前 略过 又淡然一笑 半边脸是笑容 半边脸却阴沉着 三个人立刻正住了 你变脸了吗 于是一起朝他喊道 我们可是人 是朋友 哈哈 不过你这脸怎么回事 喜忧参半 石可骏戏谑地哼了句 心猛地抽搐了一下 因为此刻 广陵伞再次响起 没有喝酒的气氛 在沉默 热烈之间来回切换 这是石可骏始料未及的 四个人很快吃完 两对假情侣 既没有碗壁 更没有任何亲热之举 却很温馨 从包间出来 石可骏不经意间 在湖面上扫了一遍 他那夜市一一样的眼睛 马上就发现了 不对隔壶相望 对面小厅旁边 一个白得让人心疼的女人 此刻 正浮在栏杆上凝湿着水面 秋月 怎么会是她 石可骏心里就很堵得慌 张嘴刚想和施正阳说 正阳 话到嘴边就咽了下去 兄弟 啥事 夜色下 施正阳并没有注意到 石可骏此刻的变化 正阳 你会回秋元吗 是啊 你呢 话刚说完 施正阳就发现 自己说了句大废话 你呀的 语言表达能力是真不行 看人家宋庙会 正眼着嘴笑他呢 我 我也回秋元的 不过 我得先去镇政府 石可骏并没有说谎 今天晚上 他是一定要回去的 并不是下雪那条信息 嗯 我刚好有些事要请教他 要不你们先走吧 林义军豁出去了 连忙补充道 信不信有你们了 反正我是真有事 我也回县城 石所长 那我就搭你的顺风车咯 宋庙会也及时表态 咱也回去了 免得你们不自在 对了 正阳 哪天你们一起约好了去县城 我请你们吃顿饭 我这副局长上任已有段时间了一言为定 下次我一定把秋月带着 呵呵 施正阳想也没想 归心似箭地说道 最近他可是天天回秋元 石可骏有些无语了 他故意没提秋月 而他却主动说了 这一刻 他心里非常难过 感觉自己就是个罪人 在镇政府停车后 苏庙会并没有下车 就像是和施正阳约好了似的 他们一起回县城去了 此刻 在一号亭内 一个皮肤雪白的女人 穿着浅米色的短风衣 双手扶在木栏杆上 看着远处的湖面 静静地发呆 秋月有些茫然 今天来月牙镇了 而他却不敢打电话给施正阳 吃饭前 施正阳打电话给他 说晚上镇里有饭局 晚上就不回来了 却没想到 今晚上 他们居然没喝酒 而他却有一种淡淡的失落 因为在前一刻 李天花打电话给他 让他陪着去月牙镇吃饭 李天花现在是肆无忌惮 不再顾及他的感受 他在心惊肉跳中度过每一天 这样下去可不行 秋月想离开了 包间内 李天花阴沉着脸端坐在中间 吴大强正站旁边巧声说着什么 县长 今天石可峻这小兔崽子 他居然来月牙镇了李天花放下酒杯 一股怨恨之气随即散发出来 皱着眉头不悦地说 哦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啊 我是在二七工程工地上碰到的 好像有村民和他说了什么 李天花眉头皱得更紧了 真是阴魂不散 而他在世间局的事 李天花也有所耳闻 张金飞可没少向他诉苦 尤其是那个财政局长网友李 就像是被他吃了迷魂药 甚至敢忤逆他的意思 给世间局增加了20%的预算 真是可恶至极 李天花看了眼 坐在对面的徐小海 眼神中有一丝一样 老板的事一定要办 但这个牙内似乎心太黑了点 这样下去可不行 还要出事 最后倒霉的 可是他和吴大强 想到这里 李天花换了副神情 朝徐小海笑着说 小海 你那边的事 也要抓紧点 另外 这个工程各方关注度比较高 尤其是这些村民们 更是不好惹 你也适当收敛点 徐小海也是临时赶过来的 听到石可骏三个字 牙早就咬得痒痒的了 你挖的 到处找老子麻烦 随即笑了起来 李叔 吴叔 你们放心 我这保证月底前全部交付 至于质量吗 呵呵 出不了大事 不过我那笔款子到现在也没结 这原材料 工人工资都 发不出来了 徐小海没把话说完 眼睛却盯着吴大强 吴叔 我再敬您一杯 还请你多多关照呢 李天花瞥了眼吴大强 装着毫不知情 还煞有其事地问了句 大强 这是怎么回事 县长 林义军他一直压在那 说还要再详细审核 有些项目价格太高了 还说 一项 老 老 老 感谢观看